好了,欢迎来到我们的这位笔记文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要学的 实际上这些声音乐补充给你的儿童铁可以做些什么 来,我们不妨一起看看 第一个,What TV? Oh,不OK? 很OK,对吧? 看电视 来,第二个,Go Boating? What is Go Boating? 去划船,对吗? 其实这也是特别好的选择 不过呢,大家也可以酌情 因为有的时候人太多了,就跟主角子似的 来,Play Table Tennis 打乒乓球,可不可以? 可以 Go Swimming,可不可以? 可以 Play Hide and Seek,玩捉迷藏,可不可以? 可以 Go Bike Riding,骑自行车,可不可以? 非常可以 Fly a kite,可以 Draw Pictures,可以 如果后面点上点点点 我相信你能在后面补充一大串儿童节可以做的事 对吗? 好,那么今天的两个重点剧情你要特别的留神 What do you often do on Children's Day? 那么回答I often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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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那第二个 Do you often什么 on Children's Day? Yes, I do No, I don't 也就是一个特殊 一个一般 两个重点剧情 好了,那今天呢 这个儿童节过得是相当开心 如果下一个儿童节到来的时候 你可以用上Hulu他们用的这个方法 吹几个气球啊 写个大字报啊 然后做一些纸帽子 拿一些零食 哎,布置一下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热红节了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呢就到这儿了 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的 Vivian's English Corner 好,那顺应上节课的话题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真复习呢 那么该背的一些重点剧情 有没有记忆呢 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话题 很多同学都特别特别喜欢 当当当当 第一眼先看到了这个Ostretch 也就是我们的鸵鸟君 那What animals do you like? 那今天我们来聊聊Animals 或者管它叫做Pet 对了宠物和动物 来聊这个话题 那What animals do you like? 那这句话一问出来就说明 不限定你喜欢多少 对吗 你可以说喜欢五种 喜欢六种 喜欢七种都可以 是吧 但是如果当我想限定你个数的时候 我只要加个什么就行了 Favorite 对吧 你最喜爱的动物是哪一个 好,那说到这儿呢 我们先看几个比较经常会问到的问题 来第一个 What animals do you like? 你都喜欢哪些动物啊? 那有些人会说了 我喜欢所有的陆地动物 因为呢 它们都非常可爱 有的毛茸茸的 然后有的看起来非常奇怪 但是很有趣 我不喜欢海洋动物啊 因为都是陆陆的 有些朋友会这样 但反而呢 有些人会喜欢海洋动物 Sea Animals 比如说什么大鲨鱼啊 大鲸鱼啊 类似这样的 总是各有各的理由 好,那接着我要再具体点问呢 我可能会找几个例子了 比如 Do you like cats or that? 你喜欢小猫或者小狗吗? 那么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咯 如果你喜欢你可以回答yes I do 你要先回答 对吧 因为人家是一般语文句 yes I do I like cats best 我比较喜欢小猫 然后你再说一下理由 比如说小猫有什么特点啊 毛茸茸的啊 又安静 然后非常可爱 类似这样的 OK 好,接着往下走 Why do you like dogs? 那如果你喜欢小猫或者小狗了 那考官可能会接下来问你 你为什么喜欢他呀? Why do you like dogs? 比如说练练养狗 对吧 那很多同学会问的那件 你为什么喜欢养狗呢? 那这个道理还是挺好说的 我会说因为狗呢非常忠诚 对吧 狗可以了解人的心 狗呢可以成为你最好的伙伴啊 但是威练还养了一些比较奇怪的动物啊 比如说像变色龙这类的东西 我的很多朋友就会使劲的问我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呢? 好,那遇到这种情况呢 威练一般只是一笑了之 告诉他 我就是喜欢 好,那接下来 威练会教你 怎么来说 怎么来回答 好,接下来 Do you want a pet? What is pet? 刚刚威练已经说了 叫做宠物 对吧 Do you want a pet? 你想不想养一只宠物啊 有些同学家里是没有宠物的 那听到这个话题呢 可能会想一想 然后特别特别想要 对吧 那你可以说出来 你想要什么样的宠物 对吧 那接着 How do you keep a pet? 这是最关键的 宠物谁都喜欢 见到了可爱的小猫 小狗 小鸡 小鸭都喜欢 但是关键是 How do you keep it? 你怎么照顾它? 你打算怎么照顾它呀? 你怎么养它呀?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那我们今天就深入了解一下 好,Let's move on Let's check some animals we often keep at home 看一些我们经常在家里可以养的动物 我们从这些来下手 首先第一个非常简单啦 Dog Dog 很多同学家里都养Dog 对吧 接着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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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bout this? Yes B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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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next one Tur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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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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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w This one Spider 有些同学说 哇塞 还有人养蜘蛛吗? 当然有了 Spider Spider Now this one Little duck 小鸭子 对吧 Little duck And little chick 小鸡 小鸭 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宠物 但关键呢 你要为它考虑 它的以后将怎样 对吧 好 那看到这些呢 我们可能会心里面生发出一种感情 就是I like 我喜欢 来 我喜欢小狗 怎么说呀 I like ducks 注意了 一定要加复数 为什么呢 因为你肯定是喜欢狗这个类别 对吗 那么说狗有很多品种 那这种类别你都喜欢 所以一定要加复数的 I like ducks 我喜欢小猫 I like cats 我喜欢小鸟 回个头来 I like birds 我喜欢乌龟 I like turtles 我喜欢鱼 我喜欢鱼 I like fish 我喜欢蜘蛛 I like spiders 我喜欢小鸭 我喜欢小鸭子 I like ducks 我喜欢小鸡 I like chicks 你都可以喜欢 不喜欢啊 是非常容易说出口的 是的 但如果真是真是让你说的 但如果真是让你说说你为什么喜欢 那可就会难倒一部分同学 我们一起来看看 就愿意小狗为例 给你一个demo 举个例子 Now the first one I like ducks 我喜欢狗 因为就出来了 对吧 because dogs are people's best friends 我们都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对吧 因为的确狗呢 它非常忠诚 只要它认定你是它的主人 它真的会一辈子都忠于你的 对吧 so dogs are people's best friends 这句话你们都会说吧 这是第一个理由 好 接着往下进一步的说 You know dogs can understand people 你知道吗 小狗是可以明白人类的感情的 understand明白懂得 小狗是可以懂得明白人类的感情的 They are very clever 他们非常聪明 那Vivian本身是一个养狗的人 所以Vivian对这个了解更加深刻 因为小狗 它真的会体谅你的感情 并且呢 考虑到你的这些心思 完全能够顺从着你 特别好 来 接着再进一步说 And they are very lovely 而且小狗也超可爱 对吧 Now they are big There are big dogs and small dogs They are all very cute 有大的 有小的 反正他们都特别可爱 两个单词 Chute Lovely 用哪个都行 反正都是可爱的意思 为什么在这用了两个呢 就是为了让听的人觉得不枯燥 他特别可爱 他特别可爱 如果你一直说 Lovely Lovely 那对方可能会比较烦闷 因为你总用一个词 所以呢 这是进一步的在聊 好 那接着最后总结 I think If we keep a dog 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养狗 We should keep them for a whole life 如果要养就要对他们负责到底 要养他的一生 言外之意就是直到这只狗狗怎么样老去而死掉 我们都不能抛弃他们 叫做不离不去 那最后一句话 I think If we keep a dog We should keep them for a whole life whole life 叫做一生 我们要爱他们一生 对吗 因为狗狗的寿命呢 大约在15到20年 那么我们要让他们 在这个15到20年里 真的是不会因为换了主人而感到焦虑 或者甚至被遗弃 这些都是相当可怕的 好 那么第一个例子呢 我举的是非常非常详细的 那有些同学说 Vivian 我可能一下子说不了这么多 没关系 一加一模式 还记得Vivian教你的吗 一加一 也就是第一句话 加任意一个例子就行了 比如说 你说 I like dogs 就一了 对不对 再加一个一就行了 Because dogs are people's best friends Ola就可以了 或者I like dogs You know Dugs can understand people They are very clever Ola 所以你用一加一模式 那Vivian给了你四个 你可以任意组合 随着你能力的提高 那你可能组合的更难 或者说的更精彩 更丰富 甚至把这几个论点全都说出来 那么听的人呢 会感觉到你对狗狗深切的爱 对吧 好 这是第一个例子 来看第二个 Wow I like spiders 我喜欢蜘蛛 那Vivian为什么举这两个例子呢 举一个比较大众的 再举一个比较小众的 因为万一有人喜欢它呢 因为它真的特别可爱 它呢 也不咬人 这个毛蜘蛛 它的大小呢 像你的手掌这样大 对吧 你伸出你的小手来 你就感觉 你手掌上趴着一团毛茸茸的大蜘蛛 它呢 不会咬你 而且可以在你的手上 啪啪啪啪啪 然后每天呢 你可以喂它一些水果青菜 杂质性的毛 也可以喂它一些小虫子 从这个宠物市场 可以买一些小的面包虫 来喂它 它都可以 总之说是很有意思的宠物 来 I like spiders Spiders are cool animals 注意看这儿 Spiders are cool animals 什么叫做cool animals 是它很冷吗 不是 是它很酷 对吧 这个酷呢 在这儿表现出非常时髦 非常与众不同 本来嘛 猪就是这样的一种动物 对吧 它非常的有个性 Spiders are cool animals They are good friends to people 同样蜘蛛我们从小就学 蜘蛛是异虫 对吗 因为它对人类是有益的 它吃的都是坏虫 比如说什么 蚊子苍蝇这些 沾到它的网上 这些东西 对吧 它吃的都是坏虫 它自己是异虫 所以我们要保护蜘蛛 那they eat 它们吃什么呢 后边两个单词 你能记下来吗 第一个insects insects叫做昆虫 它们吃昆虫 and some pests 和害虫 insects叫做昆虫 pests叫做害虫 它吃这两种虫类 是不是对我们有益啊 是的 那我们来一加一模式 I like spiders Spiders are cool animals 可以 I like spiders They are good friends to people They eat insects and some pests 一加一模式开启了 好 那我们继续往后看 Some people are afraid of spiders But I think they are lovely 很多人都非常害怕蜘蛛 但是我觉得它们很可爱 那注意 Some people Be afraid of 是一个固定搭配 叫做害怕 我害怕你 I'm afraid of you 就这个意思 Some people are afraid of spiders 尤其是一些女同学 会非常非常害怕蜘蛛的 对吧 但是我觉得 But I think they are lovely 只要你深入的了解一样东西 你就会觉得它的美好 一旦你用这种大众的眼光 别人都说它很可怕 你也跟着说它很可怕 那它就真的很可怕了 因为你没有完全了解它 就做了定论 对吗 实际上对它是不公平的 所以在我们否定一个人 或者一个事物之前 我们都要仔细的了解它之后再说 不然就不要轻易的开口 对吧 好 Now the spider has got alex 那么接着就来介绍蜘蛛了 我们都知道蜘蛛是八条腿 对不对 The spider has got eight legs and can make webs 蜘蛛可以织网 make webs叫做织网的意思 用上了我们的have has got 这句型 对吗 有 The spider has got eight legs and can make webs 可以织网 The webs help them to catch food 网呢 可以帮助他们catch food 捕捉食物 How interesting 多有气啊 多好玩啊 最后是一个感叹 How interesting 太有气了 太好玩了 太逗了 都可以 所以你看到这些论点一出来 顿时让你觉得蜘蛛好像不那么可怕 对吗 它好像变得活泼了 好像变得真实了 好像变得平易近人了 那么当下次你在去宠物市场的时候 看到它也可以不用那么害怕了 对吧 好 那我们用一加一模式 你可以用任意 I like spiders 加后面的任意论点 就都说出来了 实际上呢 这几个论点下来呢 也足够让一个人明白 你是有多爱它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有喜欢turtle的 有没有 屏幕前肯定有 对不对 I like turtles 我喜欢turtle 为什么呢 because turtles are very clever 或者turtles are very cute 甚至有人喜欢turtle的理由很怪哦 他们说turtles are very quiet 屋櫃超安静 也不用我遛它 也不用我陪它 它自己吃喝拉撒就特高兴了 有人是这种心理 那后面呢 同样 我又给了你方框 你可以在里面补充素材 这些是我留给你的课后作业 你来把它完成 好 除了喜欢turtle的 就是这个了 喜欢猫咪 I like cats 我喜欢小猫 because cats are cute 因为猫可爱 cats are people's good friend 猫是人类的好朋友 同样跟小狗一样 because cat can catch mice 因为猫可以抓老鼠 对吧 这样的论题就出来了 好 再看最后一个例子 很多家庭里面都养这个 I like fish 我喜欢鱼 goat fish is very beautiful 更多的人呢 养鲸鱼 这个goat fish goat是金色的 对不对 确实是鱼 所以加起来goat fish 叫做鲸鱼 鲸鱼非常漂亮 然后你的就可以介绍 你为什么喜欢鱼呢 因为你喜欢这个 animals live in the water 水里面的动物 非常的漂亮美丽 然后鲸鱼 可以给你带来 怎样的欢乐呢 你家里养了几条鲸鱼呢 你是怎么陪伴它们的 你是怎么照顾 how do you keep them 你怎么照顾它们的呢 比如说每天给它们 change water 换水 类似这样的举动 你都可以说 那这边的方框 都留给你 一加一模式 你能写出几点 就写几点 好了 那今天关于animals的讨论 就到此为止了 今天真是快乐的一堂课 又过了儿童节 又聊了小动物 好 那最后呢 微便要给大家留作业了 观看学习课程 这个至少几遍 至少两遍 常规作业 那词句法 是需要认真复习的 对吗 那最后我们今天聊的是animals 那你要课下的时候 认真仔细的把它完成 并且该背的句型 是需要背和积累的 对吧 好了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了 拜拜了 孩子们